今天在外面的溫度只有十多度 我們才知道有個冷凍度 你好像病了 對 我已經病了很久 好 今天我們會試幾樣東西 第一樣好像你平時都很喜歡用的方法 沒錯 就是這個暖的暖水袋 第二個 都很多人用的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電暖墊 有新方法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日本的電風機 新的這個位置可以打開 留意在這些位置是有疏氣的 左右兩邊都有 以及前面都有 所以如果它新入皮裏 這個位置會先頂起一張皮 然後風就吹得新入一點 它是臨床前開十分鐘 20分鐘可以30分鐘 你自己決定的可以 最後一種可以 這個方法就是人肉暖床 但是哪裏要去這些呢 先看這部機器 這部是一部熱成像的手機 鏡頭就會拍到一些熱能探測 白色的位置就是最熱能的地方 然後稍微是紅色 然後橙色 黃色 綠色 淺藍色和深藍色 深藍色的最重要的位置 等一下我會每隔幾分鐘 便會幫它量度一量 究竟哪張床 哪個暖暖的方法 是會令到床墊 和發位最矮的 好 現在趁暖床的時間 我們便會找一位專家過來 第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問 其實很多人都說 這類電煎是比較適合適合使用的 真是假的 以前也會有電腦電的情況 因為它長期蓋上去之後 表面上的部份質都會有些不同 或者放在樓上也會有紅色 其實我們一直都見到暖煎的情況 這個是用暖水袋 很明顯看到中間的位置 白色紅色的位置就是最熱的位置 最高溫度是31.6-7度 最低溫度的位置只有25度左右 太集中了 所以側邊的位置都是比較冷的 好 試試人肉軟塗 看看是怎樣的 看見阿森的位置 好像暖一點 我想還是不夠 好 試試看電鍊煎 電鍊煎 電鍊煎的溫度真的沒有慢慢上去 綠色的位置就是28度 然後我們再看看這個 暖風機 暖風機的位置很紅 已經到達40多度 高溫度上升到49度 會不會太適合 其實如果你說普通暖一暖 之後再睡上去就沒有問題 因為暖風機的魚是長開的 你只是高溫度 如果有要求的都會適合 但如果突然是推動的 都沒有問題 對它的問題 好 今天的測試就是這樣 大家看到了 其實暖風機和暖電鍊煎 是會好一點的 溫度也是40度左右 不過聽專家說 電鍊煎的長期盡量 盡量不太好 蘋果優惠 開藍牙定位 附近驚喜優惠 隨即到手 好